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让陈妍希脱颖而出 之后无论她出演什么角色都深受观众喜爱 不过前天一则微博却让她遭到不少网友的口水 一位网友曝光了一阵新剧《神雕侠侣》的一份定妆表 其中显示小龙女的扮演者是陈妍希 一组被传为小龙女定妆照的图片也迅速传开 图中陈妍希虽然表情悲弃 但网友觉得她的娃娃脸喜感十足 有人喊调侃女图的动小龙女吗 甚至有网友在微博上叫嚣陈妍希滚出娱乐圈 香港导演王静也忍不住吐槽 那么胖的小龙女 对此于正认为网上黑陈妍希的大多是水军 她正在取证打算将这群人告赏法庭 而对于陈妍希版小龙女于正称会让人们大大吃惊 陈妍希现在很瘦的 大家仅凭几张照片就说她胖太没道理了 陈妍希的气质是很鲜的 她太适合演小龙女了 之前陈乔恩演东方不败 赵丽妍陆珍大家一样吗 最后她们还不是火了 我敢说陈妍希演了我的小龙女 一定是明年最火的女演员 而据有媒体报道 陈妍希目前只有91斤 对于种种质疑 陈妍希也不甘示热 她在微博上回应 信任不是理所当然被给予的 是努力争取而获得的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